那我是今天就是来把资讯人跳坑政策的主持人啊啊 那很高兴今天可以在大家接下来共度接下来两个小时 那我们接下来这两个小时其实主要会分成两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我们会先有两位讲者针对开放资料 他们个人的一些经验做分享 然后接下来会有一个简短在前面的语谈讨论 那第二部分我们会有两位在国外的远距讲者 跟我们分享他们怎么样用开放资料去进行应用这部分 那接下来也会有一个20分钟简短的讨论 那接下来我们就先介绍我们第一部分 那开放资料其实大家可以就是知道 从大概2012GTV社群慢慢开始成型的时候 就已经是一个很显著的主题 那也在就是政府上面推动方面 看起来是相对比较有反应的一个部分 那我们今天这两位讲者其实就是从那时候 基本上就一直有在参与这方面 但他们两个在角色上面稍微有一点不一样 他们都跟政府有非常密切的关注在开放资料这件事情 但一位还是比较类似说是外部的一个顾问 虽然很精密的就是合作 但是还是比较类似外部的顾问 另一位则是真的有进到体制内 不论是我们所谓的选举 或者是他自己去担任公务员 那我们就很期待说 那这样两位人可以擦出什么样的火花 那我们就先请第一位江明宗 来跟我们讲台湾政治内与外的鸿沟 好 今天谢谢大家 其实刚刚阿有提到说要讲开放资料的经验 其实我后来想一下 好像我讲的东西可能有点像是一种可能经验谈 比较不是说可能技术性的部分 然后今天想说因为之前的一些经验 想利用这一次机会跟大家分享 我先做个简单的做个介绍一下 我自己本身是算是一个程序设计师 然后我是2004开始写程式 然后2009的时候后来出来 就成立工作室自己在接案子 不过不一样的是在2014的时候 就是尝试去参选议员 这件事情比较大的改变是因为 可能那个时间点发生善意吧 以及说后面可能跟大家介绍一下一些故事 在2014参选了之后 因为可能开始在认识了一些 可能在政治圈工作的朋友 然后后来有一些机会 那我一开始就是进到了台南市政府 然后后来有机会去经济部 然后后来去时代力量 然后最后在2018的时候 因为就是参与到整个市长的竞选团队 然后跟着市长竞选团队一起进入到市府 在一段的经验是比较特别的地方 但后来发现说在这样一个政治工作 其实对比我们过去在做城市开发的部分 他在整个的收入还是会有一点很大的落差 基于还是要养两个小孩的状态 所以2020我再回到了一个 靠接案过后 现在我还是回到一个城市设计的工作这样子 好 先跟大家介绍一下我自己本身的故事 那其实主要是说2012有个小鬼出生了 那就是对一个可能过去长时间在做自由工作者来说 突然出现一个孩子进入到你的生命中 这其实是一个非常很大的一个落差 就变成我们以前都在想说我们可能是不是要去 每年在规划要去哪一国玩去哪一国玩 现在有小孩子之后就开始在想说 怎么办他们接下来的尿布哪一份 或者说接下来上学 那其实整个完全重心不太一样 也是这一个改变让我会觉得说跟我的人生 刚刚提到的整个的人生的生涯规划 它的主要的差异点在这 然后也就是在刚刚提到孩子出生了 之后后面经过一阵子的生活的混乱 生活的混乱开始慢慢有机会静下心来 去看周边的状况的时候 开始注意到社会的议题 就那时候发生了318的事件 那其实我那时候在318的期间主要是说 可能远端去协助一些可以远端排班的工作 帮忙盯着那个直播的画面 做一些比较外部的工作 但是在这整个过程中我才发现说 这其实跟我过去所认知到的台湾 有很大的落差 也就是在那个时间点开始有一个想法 是说是不是该做些什么事情 那我刚刚提到的就是曾经以为 就是在318之前或者是说在孩子出生之前 我一直觉得我们是在一个非常民主的一个国家 非常民主的国家意思就是说 我们可能在欧美应该说在影片里面 或者是在各种书本里面看到那种欧美的民主体制 我一直以为我们台湾其实就是那个样子 但后来有机会开始看到 可能318之前爆出来的非常多的资讯 然后开始在阅读更多的资讯的时候才发现 原来我们跟刚刚提到的欧美民主体制 有这么大一个落差存在 那其实也刺激了我做很多的不一样的事情 那我也曾经应该说原本以为是民主的状态 但后来发现说其实就跟这张图一样 就会发现说其实很多的资讯 好像他都政治人物都把我们当做那种眼睛蒙着一样 就明明显而易见的一个事实 但他就是要我们大家装作看不到 这件事情其实对一个工程师来讲 我非常无法接受这样的概念 所以在这样一个基础之下就在做一些尝试 那尝试的时候就是人嘛 总是有一些那种轻狂的时候 那时候就会觉得说 是不是既然你觉得台面上的政治人物做得不好 那是不是你站出来当一个政治人物试试看 好 所以2014的时候我就真的 2014跟2018我都有试一试试去参选 当然我这两次的参选经验都停留在登记之前 为什么我就觉得说可能在登记之前 我应该要达到一个目标 但那个目标没有达到 所以我觉得后来就没有去登记 但这件事情后来发现 原本以为好像可以去做的事情 其实你会发现我就像左边的那一个小孩一样 就是想办法爬一个很大的楼梯 但右边就是既有的政治的脉络是这样 这张图原本是在讲教育 教育这件事情的时候 可能有一些背景有一些资源的人 他有机会在可能一些金钱的资源底下 做很多很流畅的一些事情 但是对于没有资源的人 他可能需要花很大的力气 才有办法爬上去一阶 那这件事情其实就我个人而言 我会觉得在政治上也是会这样子 就有很多既有的资源的人 通常在这一块还是会走得比较顺一点 但是可能跟其他人不一样 就是变成我并没有因为这样子的放弃 就会觉得说 那既然我可能参资的部分 可能没有做得很好 那我是不是可以做其他事情 我会写一点程式 所以我就尝试写了一些程式 当然这些只是 很多你看到的东西 其实会看起来一个展示 好像觉得很多事情 其实很多的程式它是共用 也就是说同样的程式嘛 只是说再改一改 可能换一个议题去关系 那主要的差异只在于说 我持续在关心这些议题 然后就深入到议题里面 去了解说我们到底也可以做些什么 有时候这样一个过程中 它慢慢地让我去了解到 目前的政治的脉络 或者是说刚刚提到 因为过程中参与了一些实际的政治工作 然后我开始从一个 比较理想的一个情况 慢慢走到说原来现实状况是这样子 我并不是能够跳钥匙地跨过去 那我回到一个很心思的层面 去看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到底可以做些什么这样子 那我们一直会觉得说 好像很多的媒体就会觉得很新鲜 就觉得好像我们只要靠一个键盘 好像就救了一个国家 但这件事情 我到现在还是一个问号 就是其实如果有实际要参与到其中的人 你会发现说 光是靠个键盘 你能够做的事情其实非常有限 特别是你如果有机会走入到政治工作的第一现场的时候 那个落差会更大 然后我们是想聊聊说 他其实就是很多时候 我们其实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并不是说 OK我们必须有办法直接一个做到事情 大家看到这一个就是很典型的一个冰山 其实你口罩地图应该长的是这样子 就是说其实我们做了那么多的事情 我们很多时候我们都只有在做最上面的这一层 但是为什么会让大家看到 是因为整个底下 它的一个基础把它往上推 大家才有机会看到口罩地图长这个样子 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整个基础是这样子 整个口罩地图的背后是6000多个药紙 然后每天要更新5万多次 然后每天卖出500万个口罩 这些事情都不是我们做的 这些事情要做它 就是变成会发生 会需要很大很大的努力 这件事情就是因为健保 它超过25年的努力 才做到这件事情 所以我们常常有在对比说 其实韩国也有口罩政策 为什么韩国的口罩政策 它发挥的效果可能没有那么好 因为它没有类似我们全民健保 这样的一个基础在 包括说他们在口罩的库存资讯 他们可能要靠很多的人工 去想办法输入那个资料 但是我们这边的资讯系统都完成串结了 所以我们可以做一个很好的一个改变 那这整个口罩地图的制作 其实我算一算可能没有超过25个小时 但我们其实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去 让这件事情可以被看到 好 我们某些时候我们会发现说 我们的资讯化其实很适合做这件事情 就是你在资讯传递的最后一笔路 其实在资讯工具就有很大的发挥空间 但是在到达这最后一笔路之前 其实我们会发现还有很多工作需要努力 那为什么政府做不好这件事情 这也是一个很有趣的事情 其实我刚刚提到了 我只要花25个小时 我就可以做出一个口罩地图 那你健保单位已经花了25年去做这件事情 为什么不能多花25个小时做好这件事情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议题 那其实很多时候我实际上走到政治第一线 我才发现说 其实在整个政府的课程结构底下 它会有一层一层的各种指导意见 在这样的指导意见底下 其实你原始的出发点跟最后阐述的结果 会有非常大的落差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关节 再来就是政府一直站在 我不确定这该怎么去 不该说批评 应该说它可能在基础上 就是变成说它设计来 就是要把它的讯息正确 且完整地传递给民众 这一个基础上 其实某些事情上就阻碍了 让它资讯简化的过程 所以很多政府要提供你的资讯 它都会把所有的字全部都刻进去 所有的字全部都放进一个slide里面 然后你可能看到它就觉得 我想放弃的类似这样子 这当然也有一个最大的问题是隔单位 刚刚提到说我们以为健保署已经花了25年 它其实有很好的基础 但当它的资讯要开始跟其他单位合作 产生连结产生效益的时候 它其实通常会卡在这个点 因为很多时候它在不同单位的发展 因为科层结构的关系 他们都希望发展出 让它可以独立运作的状态 在这样一个生态底下 其实独立运作跟独立运作之间 他们的合作是非常困难 举其他的案例 这是最近发生的雪甲如渣事件 我们其实在这个整个事件里面 我们就发现 我们到底要讲 你看这一堆 你觉得它是废弃物 还是要讲再利用产品 当你指责它这个东西是废弃物的时候 可能在经纪单位就会跳出来说 这明明是再利用产品 你说错了 所以在这样的状况下 就会变成说 这样的认定 跟我们所谓的认知 其实有很大的落差存在 但是这件事情 真真实实地在很多的 政府单位里面发生 再举一个例子 我们到底要叫这些是未登记工厂 还是要叫它农业仓库 为什么 因为其实很多你看到 农地上的工厂 它其实在申请的过程 它是告诉你说 我这里只是一个仓库 我里面要放农业机械 所以你要给我电 你要给我水 让我可以机器放在里面 但最后它变成一个工厂 实际在生产 所以这件事情又回答说 因为它是一个农业单位 跟工业单位的认定的差异 那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变成两个单位都不管 最后就是让它一直蓬勃发展 到目前为止 这样子未登工厂的问题 就一直无法处理 另外更贴近大家的例子 就可能是水沟道路 我们都觉得说好像水沟道路 应该是由一个单位在负责 但其实道路长在不同的地方 会有不同的单位 水沟长在不同的地方 会有不同的单位 然后水沟跟水沟之间连不起来 道路跟道路之间连不起来 这就是目前我们政府里面的概况 好 我们当然知道说 横向连结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但是我们后来会觉得说 他们真的看不到 其实后来在实际上 参与政治工作的过程中 会发现那些公务员 并不是看不到这些问题 很多时候问题出在选举 就变成说 OK 整个的选举 让我们的看待问题的方式 被扭曲了 为什么扭曲了 某些人当中选举的时候 他会需要正机 很多的时候 其实我们知道一件事情 从他的开始酝酿到最后产生成果 它是一个非常长的过程 但因为他只着眼点在说 他希望看到最后的结果 所以就变成他想办法压缩前面的时间 当你一直压缩前面的时间的时候 我们没办法好好看待 刚刚提到的很像连结的问题 一些很根本的地方 这是一个很麻烦的地方 然后再来就是 短期的亮点 会大于长期的发展 刚刚提到 我们如果刚刚提到很像的问题 我们可以好好的坐下来谈 可能利用数十次的会议 一个一个把刚刚提到的 癥结点去解开的时候 其实我们相信他可以做得更好 就是一个工程个性的人 会这么想 但是对于政治人物来说 他们必须要很短期内去产生亮点 就让你看到说 原来你看到可能这条桥 这条路 然后你就会想到我 这才是 这种在他们的期待上的落差 会造成说很多的问题 其实没办法从根源去解决 再来是钱 当然我不会是讲说什么非法不非法 而是说 其实主要是 因为我们一定是要有一个经济的发展 我一定要让很多的公司赚到钱 某些程度上他产生的利益 才有机会回馈到 我可能参与选举的过程 所以在这样一个基础底下 他某些程度上就忽略了环境的平衡 那选举也需要曝光 那曝光的部分 你会发现说 其实有很多的政治人物非常厉害 他参与了非常非常多的公开行程 但是在内部的重大会议 他却是一直缺席的状态 这其实都不是一件好事 然后我们眼前会发现说 他其实平衡已经慢慢失去了 但我们仍然需要选举 我不能说因为这样子 我告诉你说选举不重要 不要去选举 而是说无论谁选上 该做的事情都不能少 也就是说你的监督工作 其实还是要一直持续进行 而不是只是把它一个选出来 那当然键盘的部分 可以帮上一点忙 但其实很多结构性的问题 你需要去看懂 看到这个问题 然后想办法去做受解决 我会觉得说 现在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是在说整个的政治 因为选举的关系 大家一直仇视着不同族群的人 你可能是绿的 你可能是蓝的 红的 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大家忽略了 不管你是哪一种颜色 最后大家都是在同一艘船上 这个问题 很多的问题是要共同去面对 如果大家可以有这样的认知的时候 我们才有机会 好好的去解决刚刚提到的问题 所以还是要提醒大家 无论选出谁 选出谁 你都要盯着他做事 也就是说监督的工作不会因为选举而结束 如果你不愿意这样子做的时候 刚刚提到的一些根本的问题 他最后也是无法被解决 好 我今天主要就跟大家分享这些 也许我们接下来在QA的部分 我们再一遍回答 谢谢大家 好 谢谢QA帮我们快速的剪辑精彩的一个 就是